直播,本集收費直播 今天是香港籃球銀牌賽 男子高級組勝方決賽 我們在收短室內場會看這場比賽 將會是藍花隊滿冠的賽事 和大家看球的除了有小弟 素姬蘇少朗之外 還有好拍檔五眼豪Patrick 哇 蘇雞很久沒有拍你了 是呀 我們這樣可以加上SOHO 那就真棒了 高級組銀牌的賽事 看到這場就是聖方組的比賽 藍華對著滿冠 我想大家的球迷有記憶的話 就是上屆銀牌決賽的番板 沒錯 上屆藍華269比59贏的滿冠 所以強項都是保護藍板 打快攻方便 我想藍華其實這屆都仍然能保持 加上今天看到他們在後衛方面 仍然都會有一些有實力的球員 衛裂陣中的人 所以都有保證 絕對有驚喜 因為藍華你看到這局的陣容 也是挺大幅度的調整 有很多一些以往的主將 都相繼離開了球隊 但是不要緊 但是你看到上一場贏完東方之後 是告訴你沒問題 特別我在上一場 我很喜歡阿婷、羅伊婷 配搭著真站員那個一路一亂的組合 打出驚喜 再加上原有朱亮 還有余里洋 中鋒葉耀邦等等好的發揮之下 那場險勝東方 直接來到這場勝方組的決賽 上場就75比73 擊敗東方 當時朱亮就拿了26分 9個籃板 算是一個重雙雙的數據 看看今場他的發揮會是怎樣 朱亮那場球 其實他的初段的手感 真的挺危險 特別在東方麥樂蓮控制著他之下 打得不太好 不過最後他又回庸 對了 看看這個樹枝表 今天會決出勝方的其中之一方 將會進入決賽的 將會進入冠軍戰 輸了那方就會跌到副方那邊 對著剛剛在頭場贏的香港東方 這個賽制 我們經常都說 不用怕的 輸了一場都還沒有輸完 還有機會復活 剛才蘇姬也說得對 今天的副方會跌下去 8月29日 將會跟香港東方 再爭這個決賽的門票 所以到時 哪一隊可以去到新醫館比賽 當然 今天這場球 一贏那隊 就會直接拿到9月12日的入場圈 對了 正所謂人生有take2 打這個銀牌賽 也有的 但怎樣都好 我相信 有得贏那隊 難道不贏嗎 當然要贏那隊 沒錯 這場球 我覺得都是非常精彩的 尤其是藍華在上場 擊敗完東方之後 我相信他們全隊的信心都是大增的 今天還有就是 因為剛才進行了 就是上季頒發總冠軍的指環儀式 即是一些 上季效力藍華的球員 其實看到坐在第一排 特別是邵華 梁少華現在雖然是以香港金牛巨員的身份 但今天因為一班兄弟 來到這段時間爭入這個決賽 他也是現身支持的 還有現在轉投了東方的張延龍 上季都是效力藍華 一樣是坐在前面 都可以說說今天滿冠 其實滿冠上場就89比82 贏永倫 上場其實在蔡在勤決陣的情況之下 其實整隊的發揮都順暢 這邊看回藍華方面 張文也在 聲光暈暈 對 賽前其實就剛才說班辰 不是 我還看到Peter也在 是的 我們的前輩 張佩德先生今天都 不以往藍華有親的大賽比賽 Peter也一定會入場支持 Peter會再隔離一點 應該是邱宇勤也在 是嗎 是嗎 可以了 可以掃過去了 都掃到掃面 當然了 洪悠逸先生 上季帶領藍華的教練 胡國鋒先生 前教練朱Sir也在 今天也有很多感覺 很多人看著吧 因為朱Sir之前也是帶領滿冠 好 先說說今天藍華的正選陣容 剛才包括了控球後衛 5號的羅爾庭 7號的朱亮 8號的余里洋 中鋒是葉耀邦 35號的 還有就是大前鋒 99號的陳曉峰 就是正選陣容 可以看一下滿冠那邊 滿冠方面正選球員0號的葉俊傑 3號的李琦 8號的林俊光 14號的鄧志仁 和他們34號的中鋒球員 蓋蒂斯 蓋蒂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 高度就夠了 所以上一場 他對著永倫的時候 哇 那場球真的都是威勢 那場球 40分 20個籃板 挺恐怖的雙雙數據 但是今天 當然高度上他有優勢了 那究竟今天是葉耀邦 還是朱亮負責去查 蓋蒂斯呢 我們馬上看看 綠色衣服就是滿冠 紅衣服就是藍衣服 哪隊贏球 就會直接進級9月12號的銀牌 的高級組決賽 鄧志恒 4號位狂爆這個球 走步的為例 這個球 那可能一路爆的時候 你見到 就 葉月邦都聰明的 慢慢退 退一退後 令到鄧志恒 他這個球失了位 那就變成了走步為例 看晚鏡 棒棒 爆一下 其實也有一點點自己的失平衡 退一退後 是的 轉過來這邊 朱亮三分外衛的位置 這下起手就後框出回來 轉手圍攻之後就是Gettis 看一看這隊的後面 蓋上來 果然一定要用朱亮 因為他起碼新高和新型上可以匹配到 我想第一時間應該都會被他負責 查一下對著34號的蓋蒂斯 看藍瓦的戰術 阿庭先控制球 不急 他們很慢做 余里洋拿了球 交下去 朱亮小心他的飛 away 很準的 果然是這招 都說了 滑口未完 這個球他轉身拿擦板 阿庭這個球偷到了 真是慘了 滿冠這裡不太為意 讓阿庭偷完球之後有個反擊 余里洋三分不中 我想滿冠要快點入局才行 就是一些有經驗的控球後衛 其實在早段可以做這些偷球 其實真的是殺你一個草手不及 分到過來這邊就是救的林俊光 李奇 拉橫一步 作勢射的不是給到的男生 是Gettis 一個對著兩個轉身 再貼也不行 好,有快攻機會 好,給到的邦邦 亦要幫了 初段就打了4比0的攻勢 在滿冠控球方面 就會用到零號的葉俊傑 如果1號位的對抗上面 在高度上或體型上 葉俊傑會有些優勢 最重要是阿庭 不過千萬不要這麼說 但看阿庭上一場打完之後 我覺得以他暫時的歲數來說 我覺得他仍然在球場上 還有很多創造性 我覺得他保持狀態的能力都很強 對,沒錯 朱亮 入到顏色地 但頂出來 阿庭這一下就沒有意義了 到一路 隊友都大聲叫出來 幫他們數著 剩下多少進攻時間 4比2 我先看看是6-3的滿冠 究竟他們 上星期去完台灣 和P-Lit球隊打了友誼賽 究竟成果如何 這個球 李奇被對方射到 一樣再殺上去 漂亮 這個球 這個球夠勤力 剛才第一次被葉耀邦封走了 就是3號的李奇 4比4 曉鋒 各位做個手 看見林俊光 全力地抹著朱亮 說到防守來說 我想滿冠 整隊防守專家就是林俊光 好,這裏鬥上去 撿回籃板 可以打個快速嗎 有機會呢 這邊車先看一看 都是自己去的李奇 肩膀先走 哇 我們這麼多年看 羅伊亭和李奇兩個 凡是對女的時候 都是很多這些動作 這個球 其實阿琪 最初就在前面的位置 先停一停 看看無人在後面抹著她 接著看到阿廷在前面 就利用她自己 你看到她依然的臂彎 都是這麼大隻 強爆下去 撥到她的N1 上場李奇呢 對永倫的時候 頭斷兩分鐘 她拿了兩反 這個球這麼大意 給李奇撿回之後 還要射過三分 好,曾站員出來了 余里洋三分球 差一點點 這個球可以貼上來 沒事的 再來曾站員 突破分球回到外面 余里洋交過來 葉耀幫中距離 看見她還挺喜歡 做了一小時出來的投射 暫時還是其他球員 都方便得一般 這邊放進去OK 看見就是十四號的鄧志恒 我現在暫時看一看 初段滿貫的作戰 未必說下下下 第一下的戰術 一定要把球交下去 給蓋蒂斯 很明顯不是第一時間 要先做給她 好,球證出了走步為例 反而看到很多四號的球員 在籃底 走上來AB位置做單檔 然後剛才有兩個進攻 就是李奇負責去攻 但是攻到內線上 似乎今天滿貫 應該會做得比較多一點 好,葛蒂斯 他仍然在高位置做一個 拼腳而已 吹了就是林俊光的犯規 蓋蒂斯 其實過往的比賽 都看到他很喜歡 升出來的位置 拼腳也好 甚至做一些中距離 都試過一下 看看這邊 繞到進來 再頂出來 三分的位置 有朱亮起手 這邊也撞 小心啊 朱亮的手感 真的隨時隨地都 可能射出頭一兩球 但是接下來 可能他會保持水準很好的 這個球很漂亮 有跟進的 大家的眼光集中了 因為始終鄧志恒 在籃底的爆冷 他也有一個能力在這裡 變成籃花一看到他的時候 可能其他球員 有機會想做一個夾擊 但是就走掉了 就是蓋蒂斯 在中路這樣湧進來 還拼著犯規 這段時間籃花應該請求暫停 情況就跟剛才Patrick這樣說 可能組斷 不太用 Gattles先 就有一點寬散注意力 去到要用的時候 出來當然是沒有問題 你會脫掉他的 都是的 其實你看回之前的比賽 都不是每次都是用 蓋蒂斯 當然 上場對著永倫 因為永倫沒有Ian 和何師福退役 只有查雲希爾一個在這裡 基本上 那個藍底 就真的形同虛切 所以這場球 蓋蒂斯基本上 一落到藍底 輕而易舉 就是這樣 我再說一次 上一場他拿了40分 20個藍板 算是一個很具統治力的表現 沒錯 當然 其實這場可不可以這麼順利 就未必 藍花方面 保護藍板的能力都強 要打過才知道 還有藍花呢 有一點要賺 其實上場 他們面對著東方 其實全隊只有六個失誤 所以他們的turnover比較少 都相當穩雜穩打 這邊看到佛球線上面的 就是Gattis 11比7 好 好 好 滿冠以往一定是出主將 蔡在勤 但是因為 之前那場球 其實他都沒有打 就是他的膝蓋 有點傷患 好 再來 朱梁 3分球 4-4-5-1 藍板 踢下來給他掙扎 原仔 這個球真的 可能有點穩 很厲害 不過你問我 原仔做外圍和殺籃哪樣 他是他最殺性的武器 一定是他的橙籃 繞過來這邊就是林俊光 先找隊友 扔進去 Gattis 單對單對陳曉峰 有犯規 看到葉耀邦會過來幫助 葉耀邦就過來幫助 因為他知道 如果Gattis到籃底 一個陳曉峰真的頂不住 看到慢鏡一次 球證其實這個球 他說陳曉峰就是犯規 陳曉峰一臉望遠 另一邊手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動作 因為剛剛我們那個角度是遮住 所以就是出了他犯規 可能球證也要確認一下 球證也要確認他們的判斷 剛剛涉及的籃籃球員就是陳曉峰和葉耀邦 剛剛涉及的籃籃球員就是陳曉峰和葉耀邦 我們今天在球場 我們本地籃籃球有一個多新的突破 我們有一個IRS的重播系統 看待會兒球證會否有機會可以用到這個系統 萬一有一些比較爭議性 例如誰出界 或者有些分數 是否在臨起手之前出手的時間 都可以讓他看回 例如這兩分球三分球 是否踩界 這些都可以看 沒錯 這個球是鄧志恒 就去爆下去 葉耀邦的時候 球證出了葉耀邦的犯規 其實今天我會感覺 滿冠都會比較著密 在內線上 始終他們真的有優勢 這個是一個挺好打的 好,蔡塞勤出來了 好,回過來 鄧志恒也有三分能力 這次這個球差一點 好,袁仔拿了球 帶上來前場先 往左邊 高威跟他做個單檔 Hand off給葉耀邦 OK 先找手肘 壓一壓開就是鄧志恒 接著再轉身擦個板 放上去 我和剛才Patrick這樣說 其實冠冠打內線有這個誘因 現在其實藍牙可以滿對方 這次講的時候出現了 這個球應該出現七號朱梁帆規 沒錯 我不知道他今天滿冠的戰場 會不會有機會考慮一下 多握幾個特別高大的主將 基本上他們出去就沒什麼優勢 例如高度來說葉耀邦、朱梁等球員 等他多兩三個過範要出去坐下休息的時候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暫時看到陳曉峰 暫時都是兩範 朱梁、葉耀邦等都有一個過範 所以現在看到14號的楊家俊也下來了 阿勤 看看他相遇復出之後表現如何 據說當然我看到他有去到台灣參與友誼賽 但好像沒什麼落場 可能還是要繼續養傷 看看接著發揮如何 三分球 這個球應該有機會吹余麗、楊帆規 對,打手打到拍一聲 我們在這裡坐得很近聽到 雙方打成十一平手 不過藍華因為早段的對方已經滿了 這段時間滿冠可以先上罰球 但暫時印象中滿冠的罰球的命中率 就不是太過標青 暫時是OK的 方成義剛剛上來 好 十三十一 朱良如果在三分球比較準的位置 我會留意到通常都是45度的位置 這些真的是他的食股位 這個球上滑就被余麗洋在後面打下去 但葉俊傑看到 這個球很頑皮 也不知道你想交給李琴領包 當然是蓋濟絲 好,來了,袁仔 剛才我都說了 我說曾暫元哪是他的武器 殺眼這些真是… 碰到了 曾暫元遠看了幾次游學秀 不要再說這個話題了,好嗎 先看看這個球 曾暫元快攻過來,曾暫元 在這裡就拿了先機 踏第一步踏得很大步 因為阿Ga這個球 你本身也不是雙腳是著地站穩了 大家都有移動的時候 防守球員真的沒有那麼好處 很可惜,不能夠三分全取 這個球 想說做一個N1 基本上差一點點,不要緊 蔡塞勤,交力過來,放誠意 葉俊傑其實在藍帝那邊 也跑了下去 還沒給到他 這邊看到就是隊長歐陽維剛 底線的切也不成功 但是又看到蓋蒂絲 就從中路衝進來搶這個籃板 但很可惜跟著這個歐手就放失了 暫時的手感還沒回來 藍帆OK的,繼續來了 底線球啊,底線球 十三平手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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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線開,漂亮 OK,這個快攻很流暢 你看到滿冠 當然一般球隊都是這樣的 現在年青那些特別 或者是很喜歡帶早期遊戲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做到快攻 或者半快攻 趁對方的回防未來得及 就會發動 那靠是什麼呢?就是全球 盡量不要拍球落地了 再來,一個後門 回到外面,楊家俊三分 滿館都要留意 其實藍牙做了幾次 在一個後門的閃設 葉俊傑,個人突破,漂亮 這個球 好 這個後轉身再突破上這一刻 吃著真站員的位置 上得漂亮的,葉俊傑 這邊把球多一點交給真站員去搞 又是這招,看到嗎 對,沒錯 再扔出來 這次 勤力的,歐陽維剛的球差點偷到 進攻時間大概還有六秒 尤里洋三分,撞了前框 兩分分差,這邊起 拿得回來 另外這邊有三分的起手 有 賽再勤,三分 藍牙的三分,自從朱亮入完之後 到現在就無以為計 就不是說朱亮一個 幾個球員出手 都是炒失了 暫時現在根據統計 就是六蛇一中 好了,還是要靠朱亮 是不是?我都說了 45個位,我沒有說錯了 這些真的是他的勝利位 他這兩個位置是很準的 但是這兩個三分的藍牙 都是來自於七號的朱亮 剛才藍牙的戰爭打得出來 但是用其他球員起手做三分的話 命中率就不夠好 裡面扔下去Gatis 這些球沒得打了 真的沒得打了 背著你,還在空中接應 想怎樣 這些第一節可能有機會有一個highlight 看這個金球 歐陽維剛直接把球折到中間 你看看 空中已經跳起來了 這個球已經跳起來了 感覺打落滿貫都很輕鬆 正如剛才我說 你看到的戰術 根本就不是說 我有一個高大的中鋒 我就不如圍繞著他 我甚麼都把球第一時間丟到他 不需要這樣打 因為今年你看到滿貫 每一個位置都很齊腳 齊腳之餘 每個技術都相當不錯 所以不一定要把球 丟到給一個大中鋒 當這比賽應付得比較猶人有餘 滿貫其實是Gatis的參與度 不用那麼高的話 就是一個sign來的 就是一個標誌性 就是有很多方法都能入球 不用球球球球給他 其實從第一場開始 就應該有這個情況出現 剛剛出來的大隻仔 22號的楊子鋒犯規 另一邊滿貫都換人 看到就是大前鋒 就是13號的黃振偉 下來了 都可以讓Gatis休息一下 好像水都不用喝了 不要了 不喝了 差不多出汗了 她說 曾珍元 領進來 朱亮發球線 對著黃振偉 身形漲了一點 犯規 黃振偉 當Gatis不在籃底上 你看見朱亮很主動 馬上去中間試試爆 把握這些時間 我想這些籃球都計算在內 有Gatis在場裡 跟沒有Gatis在場裡的打法應該會不同 一路就… 即是左手 加上肚腩、屁股、屁股 好,滿貫剛剛才到天風 這球真站完 她交不了 她打算扔在對方上 但是這球扔不中 子鋒不射 阿賈想買 差一點 子鋒 是你便來的了 還是差一點 剛才第一下她本應是可以射的 不過可能她覺得 咦,還有一點點時間 可以猜到她 這樣再用她 都不可以說是錯的 好了 打完第一節 暫時滿貫領先藍馬 就是22比18 這球 整體來說 我覺得滿貫在第一節發揮 是由引有餘的 很多不同的點 得分率都不錯 陣中有七個球員都有份 拿到分 在第一節裡面 至於藍馬 朱亮當然是一個亮點 第一節就拿了十分 得分已經上傷 其餘的球員 暫時就 得分方面不算很順利 要數下去就 葉耀邦 即是四分 那朱亮真的是亮點 但是呢 三分球不能只靠她一個 因為打到這段時間 藍馬的三分就是九射兩中 滿貫又不是寫得很多 四射一中 都是兩成五的命中率 看回之前的比賽 如果我純粹做了一點統計 其實兩隊的三分能力 如果真的要計算的話 滿貫較為弱點 如果從季初看她對崇德菲英那一場 看她對滿貫那一場 其實三分命中率就不算太高 但是當然 因為她有一個加迪斯 在藍底那裡陣守著 那兩場比賽比較多 一些球衛在藍底那裡 都已經解決到 沒問題 不過就算命中率不高 還有她的籃板的統治力 可以彌補回 說得對 那籃板來說 你說籃板很差嗎 又不是的 暫時第一節她們搶了十個籃板 滿貫都是多兩個 12對10 好了第二節馬上開始了 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 但是你又未入場 你知道有些朋友都很喜歡看我們夾一籃球 都不妨叫他們 付費 一起支持我們香港的籃球 看看這一場 就是藍瓦隊滿貫 銀牌的勝方組賽事 按次收的直播其實就是一種 用者自負的概念 你的付費其實就代表為這個直播 為這個體育項目 增添更多的價值 先看這個位置 余里陽 三分 立前關出來了 這邊就立不到 歐陽維光 繼續都是你 余里陽 轉身 姚邦轉身 出來 朱亮 還有在那位置三分 今次就炒了 黃翠衛以為打過快的 都不是的 沒什麼空間 結果就被對手 還有歐陽維光 扔到上來 可承宜再扔下去 再爆底 看到也挺難打 就是一陣一陣 剛才我們第一次看到就是 鄧志恒 會很多時候想爆下去 那董蒂詩有時候就在高位衝進來拿 那現在他們兩個坐下了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還有一個黃震衛 可以輪著來 一樣可以利用他這個龐大的身軀 一路都可以壓到那個藍底 那沒所謂的 他拿到你犯規 他都覺得 戰術都成功了 好像現在這樣 余里陽 現在是兩範 是不是 本身藍化的中鋒 99個陳曉峰 也是兩範 OK的肥偉 連中兩球都罰球了 比數應該不會領先 就是24比18 這邊把球繼續在珍珍園手上 另外看到蘇帕軒又下來了 他也有些外圍能力 裡面二秒包 中路切入 對著黃震衛有點吃虧 但蘇帕軒 地帶起跳這次可以的 掃跑 先下兩分 歐陽維剛始終給我感覺到 他仍然是滿冠最穩定的球員 好,這個藍底球 被對方截到 好,子豐 其實他的射程能力 也是一個很好的射手 三分球 對,沒錯 我都說 子豐的武器 就是三分外圍很強 加上他的身形 他的防守 對抗性也很強 好了 看見滿冠 其實在打一個聯防 聯防辛苦的辛苦賽 就是子豐和阿勤兩個 要不斷地撲來撲去 後面的球員要多一點提點 剛才葉耀邦兩分 暫時他拿了六分 藍牙裡面已經第二高了 已經是 和蔡衛星出來 扔過來這邊對方承軒 看一看後面 哎呀 有點脫卡 但不要緊 哎呀,這個球踩到界點了 好了,藍牙快攻 三分球 差跌了 即是藍牙去到這段時間 我覺得滿冠 未必說過防守 用得很強勁的力量去守 但是今天藍牙的守風不順 好,阿勤 step back 後正直指犯規 他說十二號的林文琦 就是犯規的 好手 先看這個動作 阿勤進來了 林文琦 應該較早時了 未起手之前 應該是 再來了,再接 各位的單檔不用 一直撞下去,橫傳過來了 AGA Long 2差點 王振惠搶到進攻籃板 再放上不要緊 再搶一次 再上 這個球好像不夠力 但不要緊 AGA又飛進來搶到進攻籃板 差不多了 如果我這樣計算搶到四個進攻籃板 這個球差點又被歐陽維剛衝搶成功 最後他碰球出界 控球拳給藍華 剛才其實藍底很多人 好像眾星拱月一樣 大家都不太能拿到球 所以你看到的 滿冠仁仍然是… 藍板的優勢很強 好,朱梁 對方打過聯防 所以看到邦邦很多時候在中間做一個拆認 不斷幫隊友做一些單擋 進攻時間沒甚麼了 迫著要起手,朱梁 短了一點 好了,快攻 好,滿冠,喜歡打早期遊戲 好,三分球 歐陽維剛 中 我經常說這球最穩定的一個投籃球員 41號,歐陽維剛 如果你看回,雖然我沒有實質數據在我手上 但我看了這麼多年 你看到他每一場比賽 那個投籃命中率是很穩定的 好,很少大起大跌的蘇姬 還有他出手的,你看到整個動力都很穩定 在這裡扔過來,好,瞄準 去 而且其實這個三分球都頗關鍵 因為歐陽維剛入這個球之前 22比27,一路那個分差 南華是沒有辦法追近的 一路都是維持著一個拉腳的局面 沒錯 這個三分球之後就拉遠了 百分的分差 還有呢,就 南華在這一節起手了三球的三分 都是沒有進去的 沒有進去的 那就已經欠缺了外圍 再加上就是 朱亮在這一節暫時都沒有拿到分數 因為你看到嘛 你滿貫守了聯防 那你攻到內線上 那個板虎 或者一個 要用的球員 可能質素未必說救他們 對方來了 但是外圍變成就 又射得不好 所以以致到分數暫時就 比較少一點 就是在說紅衫的藍華隊 好,看見滿貫 哇,現在李奇也出來了 就是蓋蒂斯又出來了 把A隊放出來了 這個火力很強 對,你說得對 這個A隊是吧 對,都像是 我覺得他們沒甚麼分數 因為今年外圍說他們很齊 加洛藍帝絕對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有方誠意,有桂帝絲在這裡 葉俊傑 這個球交得漂亮 這個球很漂亮 這個球 拉開了 葉俊傑突然一個戰步 殺了進去 再交給桂帝絲完成 阿挺扔過來 裡面再看一看,川良 走步 看著很順 但是腳步是移動了 十分的差距 再看滿貫有甚麼招數 好,兩個高大球員在高位做了擋 擋了李奇 再交給阿嘉 中距離 這個戰術很簡單 整個戰術很簡單 先鮮兩位高大球員在兩邊的役位 做個單擋 擋了李奇上來 然後Row In 再交給他 這邊有點大意 給陳曉峰 藍帝勾手 繼續保持10分的分岔 是否同一招 繼續在葫蘆頂位游走 好,葛弟絲高位 拿了球 應該有手 他們的手真的夠長 繞過了阿琴 扔過來 這邊葉俊傑領到位3分 杰仔的狀態相當不錯 這邊就去到13分的分差 也算是具體地拉開了 這邊扎角2分 也算免得拿回 OK 葉遙邦 葉遙邦這裡的男帝 好,趁這段時間 我想跟各位球迷說聲不好意思 今天的playview 直播未能夠收看 我們現在會在 ON.cc東網上安排 免費的網上直播 如果比賽 這次的PPV 按照收費直播的朋友 我們會安排退款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再一次 因為這情況 對大家看得不太舒服的話 我們是致歉的 各位球迷 不好意思 總之現在 我們會在 ON.cc東網上安排 免費的網上直播 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就算付錢 我們會退款給你們 OK 那就更好了 我們有免費直播 大家一起可以更加分享 可以讓更多的香港球迷 一起收看這場 高級組銀牌賽的聖方組比賽 對,先看一分場球 一別數十秒 去到9分分差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藍牌是把握到快攻的機會 令到滿冠這邊有點招架不理 這個鏡頭一看下去 你看到第一排 真是全部藍牌的大師兄 是 全部錯了 那上面那些可以下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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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現役這隊 當然最老資格就是阿廷 對 打了這麼多年 所以我上一次就說 我覺得他打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他運動的能力 身體條件 整個人的狀態 我覺得都沒怎麼跌過 沒錯 一個運動員 原來要保持這個運動的狀態 其實是困難的 我感覺現在藍牌在拆解對方 滿冠的防守方面 還未做得太好 阿廷出來了 對著葉俊傑 球正說沒事 繼續捧撞沒問題 好,繞出來 李奇 歸蒂斯 好球 這個球應該有點脫手 這個球 交下去 在這個後面 給鄧志恒的欺負到好處 好,交換防守 阿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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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遙邦 踏前一步 轉過來 如你讓 進攻時間剩下6秒 陳曉峰 交過來 阿廷要射了 三分球 哇 這是一個壓散的三分 這個球很關鍵 這個球 這樣追一追的話 已經只剩下6分的分差 剛才我們還是說得有13分 我記得上一場 對東方 阿廷也有一球 又是壓掃了3分 出現的 好,這個球 吹了就是 羅伊亭的防守範規 你見到 葉俊傑 凡是看到阿廷 他都 很著力去爆下去 有一點的新高優勢 邊線球開了過來 距斯 繼續 手放給他 鄧志恒 強爆了 哇 球證說 葉耀邦的手 是 差了下去 所以這個球 也是構成一個防守的犯規 那 幫幫都兩範 但他們在第二節裡面 都應該有限制到自己的動作 沒有把犯規數 即是很大幅度地增添下去 這個球 其實鄧志恒 都是拿了新位 好,再次跟球迷說聲 不好意思 今天因為在PPV的直播中 出了一些問題 但我們不如這樣吧 直接不如免費 開放給我們所有球迷 一起欣賞這場比賽 最重要的是會安排退款 對 對於大家在收看方面 有甚麼不便 我們是僅此自協 余里洋的Long 2 哇,鄧志恒 後場帶上去前場 李奇 很簡單的戰術 非常簡單 多有默契 其實阿奇 一直等待恆帶上來 一帶上來 做了擋 擋給李奇 便起手了 看他繼續如何拆 滿冠的聯防 幫忙 好,幫忙這些球 厲害 即使面對 凱蒂斯飛來做個防守 都沒影響他的頭籃 很難受 那邊就是葉俊傑 第一下假的 這下再入 自機上 哇,但不夠位 還能再有機會 再來那中得 李琦 動作就很瀟灑 差一點 整套動作很漂亮 真的只差最後那一刻 葉耀邦殺上去 好 你要打點快的節奏 藍牙都應該需要打點樣子 追下追下又近一點 對 這一節其實葉耀邦站出來 暫時拿著全隊最高的14分 朱亮暫時還在這一節中 還沒拿到分數 好 看看李琦 對著朱亮 交下去 剛剛好到 辛苦的 因為那些四五號球員 整天一直湧進來 對 我們防守真的很吃力 而且剛才看到朱亮 正在追上另一個 突然又有另一個湧進來 對 看到藍底方面 有多受威脅 看到朱亮現在蹲在那裡 他前一球 還以為蓋蒂斯衝進來 搶籃籃 你剛才記得嗎 四個圍著他 所以真的很充分利用 他們那種高度 在藍底的優勢 這一節的藍板 是更加體現到 就是 就是 開始慢慢拉開了 這裡是不是要射過 看來要重射 對,看來要 好,考驗 等待人的擴額能力 因為現在全場有很多聲浪 在騷擾他 對嗎 又獲得了一個進攻藍板 對 他以後平均每場 都起碼拿了20個藍板 現在這樣做 好 還有你看到滿冠在做一些半場的小組進攻配合 都是喜歡用一些遮擋的 即是高大球員和你做一個遮擋 一個Pick and Roll 這叫做 就好看控衛了 控衛他可以自己上 他也可以旁邊這樣貼球給你 也充分利用了自己高大球員的身體質素 沒錯,他用了很多掩護的戰術 好 阿廷已經三犯了 那葉耀邦也是三犯的 兩位主力球員已經過人三次犯規 有點復筆的 在這個犯規數方面 好,因為三犯的關係 阿廷要換出去 看看是否應該換回袁仔 來擊球 對,沒錯 一定用回針站圓的 好,這個球沒有犯規 李奇從後偷了這個球 李奇這個位置很可怕 在盲的位置走出來 好,收回來半場 又會… 換券又會使用聯防 好,朱亮來到中間 掙扎完,個人突破 交下去 可以的 其實曉鋒在這個籃底扎了很久 不過這球鄧志仁的防守有一點大意 其實曉鋒落在這個籃底 找了位置很久 好,左兜 好,左兜 這邊你看到77號的鄭凱安都出來了 葉俊傑這邊扔進去 林俊光繞出來 踩界 先踩界 先踩界 暫時呢 葉俊傑是滿貫得分最高的球員 雖然是8分 但是因為今天滿貫得分的數量都比較平均 對,出來後每個人都可以拿到分 那傑仔也有兩個助攻 三個籃板 好,又換了阿子豐下來 你看到每一節尾 通常都換阿楊子豐下來 好,袁仔過了 哇,看到葵弟師真的怕 不敢放上去 好,朱亮拿回球 進攻時間和大中時間差一點點 這個球真的害怕 鄭凱安真的害怕阿楊子豐下來 其實要避開他 對 好,歐陽維江三分 對嗎 我沒說錯 我都說 他的頭籃準繩度真的 哇 隊長真是隊長 又是這些 截尾的位置 站出來一錘定音的感覺 對 好穩定 好,半場打完了 六三的滿冠 暫時領先籃碼 就是45比37 好了,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看這場球的下半場賽事 非常好,甜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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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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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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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时间之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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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